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礼拜稍微讲过穆罕默德的文献 因为我一直很强调 你听故事要知道这故事是怎么来的 而不是随便听听 因为随便听听有人就会加油添醋 当然你如果不是很严肃的学术的研究那无所谓了 那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学的课程 大学课程对于这种讲话要有根据这一点 是要求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高标准来做的 在所有的圣者里面 我大概知识最少的是莫海默德 第一个是因为对他很陌生 花的时间也不长 第二个是每次教到他的时候都学期末了 基本上都教不到 所以每次该念的书都没有念完 但是我已经很尽力了 我只能这么说 这不是我表现最好的 在五大圣者里面 我说孔子我觉得我教得最好 所以独立一门课 那莫海默德这个事情我真是尽力而已 所以如果将来我还要修订的话 这大概会是我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功课 所以先会说一下 好 那莫海默德生平 古兰经里面对莫海默德有叙述 古兰经里面有一张 上礼拜发奋图强 读完的古兰经 就有一张张名就叫莫海默德 这个刘真 这个是他的整理 说出身是个文盲 平姑又是个文盲 然后这个第九十三章 好像的章节略有不同 说他你伶仃孤苦 使你有所归宿 他曾发现你 这个他当然就是 那个伊斯兰教的信奉的主 这个上帝 就是安拉 我们一般叫阿拉 他们当成安拉 他曾经发现你徘徊 其途 把你引入正路 发现你家境寒苦 使你伊斯丰族 所以他在众文盲中 派遣一个同族的侍者 去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 并培养他们 教授他们天经 天经就是古兰经 跟智慧 尽管他们以前 是在明显的迷途中 这是穆罕默德 古兰经里面的叙述 当然有人会觉得说 怎么这个经会讲到你呢 因为这个经是靠着 美徒的天使 Transportation 吉卜勒利 我每次看到吉卜勒利 都会想到吉卜利工作室 这样 吉卜勒利 Just Gabriel 抱着他 让他讲出来 他是一个文盲 然后号称 这是阿拉伯文里面 最优美的人 那我们因为不懂阿拉伯文,所以没办法对这件事情做任何的评论。 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这个也是很多外界误会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在讲穆罕默德, 所以他用希徒教的想法,你讲耶稣,耶稣就是三位一体,耶稣又是基督,所以他是神。 那穆罕默德不是,他们一直很强调,穆罕默德不是神,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使者, 他说我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凡人奉道启示,这也不是他求来的,就是被拣选的。 你们所应当崇拜的是独一的主,所以不要看到我,你要看到我是替主来传道的,传这个消息的。 所以你们应当寻正路趋向他,应该向他求饶,哀伤以物质配主者。 他们的一个翻译叫以物质主,我看到翻译这样,就是那些都是基本上是注重物质生活的人。 这是伊斯兰教非常不以为然的,所以常常这个里翻的是以物质配主,有地方叫以物质主,就把这质去掉。 然后古兰经二十五章第七节说,这个使者怎么也吃饭也来往市场中间。 你是一个神啊,你跟我们不一样啊,为什么真主不派一个天神将来给他同为警告者。 所以他也是一个警告者,他也是一个传递讯息的人。 好,这个部分。然后默默的使命呢,说先祖派遣你为见证者、报喜者跟警告者,这三个是一样的。 但是一样,没有人相信他,在当时阿拉伯事件。 所以他对于宗教觉悟强迫,因为政邪已经分明。 那这个当然都有断章取义之嫌,不可否认的。 所以我一直主张你看书尽量看权。 就算是我讲课,有的时候也是一样,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摆上去。 那这个前文后面到底是什么样,你如果有机会去看会更清楚。 我当然已经尽到我的力量,不要把这个话变成是断章取义的。 我对任何宗教并没有任何的歧视,我也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所以我不必做这样的事。 那古兰经说,他基本上这是整理。 他品德高尚,平义尽人,慷慨施舍,不图钱财。 这听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个人价值。 宽容大量以德报怨,千功自律,历界金花。 你觉得这种特质,结一说实,连结不贪。 讲究卫生,勤用牙刷,这也是一个特质。 你就知道这个伊斯兰教最特别的地方,我当初说,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在所有的我们讲到圣者里面,他们是最强调卫生的。 所以进到清真寺是要非常清洁,非常干净的。 甚至也要非常安静的。 所以清真寺都是打扫的,每天打扫的非常非常干净。 这所有宗教里面,他们对清洁的要求大概是最高的。 还有勤用牙刷这一点,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刚刚我讲的时候里面有人笑,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笑。 我觉得别的都好像大家都可以分享,别的的圣者, 或甚至我们认识的人也有这样的。 但是讲究卫生,勤用牙刷这一点,听起来就非常现代。 那你要知道在阿拉伯世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因为疾病死亡,如果不重视个人卫生, 然后又在那个你牙会烂掉啊,什么什么很糟糕。 所以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他与会丰富,俊勇深锐。 虽然他是一个文盲,但他讲话含义非常深。 那他的家世,这跟我们跟其他的圣者讲的一样。 这埃及的作家,穆罕默德、胡泽里。 这个我早先接触的穆罕默德传,其中有一个是这个, Karen Armstrong,这是比较通俗的。 这个在英文版跟中文版都不断重印, 大家想知道穆罕默德。 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书。 那这个是大陆的译本,他们的这个宁夏出版社, 这是根据埃及的人写的传。 所以这应该是相当正统的。 台湾没有印这个。 台湾的伊斯兰调度比较少,大概印刷都有问题。 然后这是大陆的译本,《古兰经》《马尖》的译本。 后来封面当然,我这个版本比较早, 后来封面当然都可能略有修改。 这是其中一个英文译本,《Alquan》。 这个是把这QUR,然后一撇AN。 现在英文有点知识的人都用这个字讲《古兰经》, 而不是用早些的KORAN。 以前都翻成,一般在中文里面, 教外人都翻成可兰经,他们要翻成古兰经。 这是早期台湾的,叫国语古兰经, 翻译的人叫石子周先生。 你看光这个后博,就差别蛮大的。 字是差不多大小。 这个《国语古兰经》还有注解。 所以在台湾的早期的伊斯兰教徒大概就是看这本。 现在你要在书店一般很难买到, 可能要到特别的地方,清真寺可能会有。 那这个大陆版的《古兰经》大概有时候在一般书店是可以买得到的,台湾的。 好,这个是埃及的传记作家胡哲利, 他说圣人世袭可以做得到一本《易卜拉辛》。 《易卜拉辛》就是亚伯拉罕的中文翻译。 所以我们念中文这个翻译真的是一个问题, 因为在英文里面就是阿伯拉罕。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是谁。 我们一看《易卜拉辛》跟《亚伯拉罕》你想这两个要把它改在一起, 只有一个拉字是一样。 苏格拉底,这都拉字背的人。 《易卜拉辛》跟《亚伯拉罕》就是发音的问题。 所以阿拉伯人可能是念成《Ibrahim》。 所以这个中文是贴近阿拉伯人的翻译, 而不是用现在英文的系统。 所以你用英文有时候看真的相对人就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这个我们上次在讲基督宗教的时候, 天主教的义名跟基督教义名就有不同。 那你想再来这个, 有时候这个是讲到是同一批人, 然后又到了伊斯兰教义名又不同。 像《亚伯拉罕》在天主教义名叫《亚巴郎》, 不是《亚伯拉罕》哦, 不是那种《亚巴郎》, 不是,亚洲的《亚巴》是巴西的《巴》, 《郎》就是男人那个《郎》, 《亚巴郎》。 可是念起来就像《亚巴》。 我们现在知道《亚伯拉罕》大概就是新教的义法, 然后这里是《亚伯拉罕》, 讲的是同一个人, 在中文里面我们就要经过一个自己的翻译系统, 把他说啊, 这三个人是同一个人。 所以我第一次念这个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献的时候, 对这个义名部分就觉得很困扰。 我前几天还在讲努哈是谁, 我来上网查一下努哈就是诺亚。 诺亚因为都是, 所以那可能当时的发音, 我就顺便跟你讲一下。 他是阿拉伯人祖先伊斯玛伊, 伊斯玛伊, 伊斯玛伊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那这故事应该是这样, 他们是同源的, 所以有人把犹太教基督宗教跟伊斯兰教称为叫做, 三个叫做亚伯拉罕的宗教, 那有的比喻就是他们是同一个爸爸的三个儿子。 上次我说的在德国人的小说里面叫做《智者纳丹》那本书, 就是有这样的比喻, 是同一个同一个。 那亚伯拉罕呢, 因为这娶了一个太太叫莎拉, 他们两个年数都很大了, 还是没有小孩。 然后, 旧约的上帝就答应要给, 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艺人, 不是表演的人, 艺人就是一个很信教很虔诚的人, 就决定要给他一个小孩。 然后这莎拉就偷笑, 这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笑, 圣经里面笑都不是太好的事情。 所以他就笑一下, 想说, 我都那么好了, 怎么还可能生小孩呢? 上帝就很生气, 觉得你不相信我。 所以在亚伯拉罕还没有生小孩之前, 他就因为大老婆就是沙拉, 有的翻成沙来, 反正就是那个字, Sara, Sara就不能生小孩, 所以他就替他娶一个妾, 这大概也是早期的一些人的做法, 就是这样, 他要传宗接代嘛, 那个妾呢叫夏甲, 夏天的夏, 甲伊比宁的甲, 英文叫Haga, 所以就娶了一个妾, 这个妾呢, 大概也因为年轻, 所以呢, 就生了一个小孩, 先生, 妾先生小孩, 这个小孩呢, 就是伊斯玛伊, 叫伊斯玛耶尔, 那等到后来, 沙拉生了小孩, 大概次序上是比较后面的, 是二儿子, 就是大儿子, 刚开始就这个小孩的时候, 他也很乐意啊, 这先生的小孩嘛, 一起照顾, 等到他自己因为上帝, 觉得他可以怀孕呢, 就让他怀孕, 怀孕以后呢, 他就觉得, 哎呦, 这家会不会抢到我小孩的福利, 或什么, 就开始这种宫斗剧了, 你知道吗, 宫斗剧其实也不真是宫斗剧, 圣经里面没有宫廷, 就有这样的故事, 所以就想尽办法把伊斯玛伊跟他的妈妈叫夏甲, 就把他赶走, 那赶走呢, 亚伯拉罕当然觉得于心不忍, 但是好像也为了家庭和谐嘛, 也不可能三言共处, 那就干脆好吧, 还备了东西给他走, 没有就把他全部扫地出门, 有给他准备粮食什么, 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大概在圣经里面, 就没有他们的故事, 然后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祖先, 懂吗, 所以这是同门, 甚至同父异母互相争的一个历史, 真实故事, 然后到现在为止都还有影响, 所以是同源的, 是亚伯拉罕的宗教, 都是他儿子, 只是不同的母亲而已,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事实, 历史学家圣经学家共同看法, 就是他是伊斯玛伊, 所以这是祖先往上推, 就像耶稣祖先往上推, 虽然这里有点尴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你怎么退, 应该退到上帝啊, 但是这个伊斯兰教里面强调真主没有小孩, 也不收养小孩, 所以你就知道这讲法跟基督教讲法是不一样, 他没小孩啊, 他不收养小孩, 所以洪秀全也不可能在伊斯兰教的这种情况之下出现, 这前提都把你讲死了, 他说圣人家族是高贵的家族, 祖先都是纯洁的男子跟真属女子, 这当然也有这种圣贤传记的这种能力, 因为一般的传记没有写到这么多, 他来自一个部落叫古来石部落, 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很多是靠部落的, 然后男性都是高贵的名流, 女性都是名王, 你可以听出来这其实是的, 因为他是孤儿啊, 所以他祖先这样, 他怎么流露成孤儿呢? 如果你要真的很计较的话, 圣人祖辈的结合都符合阿拉伯人的习俗跟规矩, 圣人家族成为占染过蒙媚时代, 蒙媚时代就是伊斯兰教还没有传的时代, 叫蒙媚时代, 淫乱的恶习他没有, 所以赞叹阿拉是安拉, 阿拉是安拉玉洁冰清的圣人,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 这跟其他的圣哲的世系是差不多, 只有我们说到现在为止, 大概只有苏格拉里没有这么显赫的世系, 其他都有, 他的祖父叫阿布都穆塔里布, 他的祖父, 阿美娜是他的妈妈, 就是穆罕默德的妈妈, 去世以后呢, 圣人由他, 他这边是指儒母的丈夫的女仆, 叫威姆阿伊曼扶养, 后来圣人由他祖父阿布都勒穆塔列布, 这个有时候是不同的翻译, 穆塔利布跟穆塔列布, 是不同的翻译而已, 是同一个人, 圣人的祖父从圣人身上看到种种迹象, 预言他之后成为伟人, 我想这个也是一般爷爷对于自己的孙子都会比较疼爱, 这隔代亲, 这个是所有的文化几乎都有的事情, 只是现在因为工业社会比较忙碌, 所以又变成隔代教养, 那只有到现在才会被认为隔代教养是个问题, 在古代隔代教养不是问题, 没有教养才是问题, 现在是隔代教养是问题, 这个在台湾, 在大陆, 在其他国家都类似这样, 所以以前有韩国片跟日本片都拍过那种小孩乡下, 在放暑假的时候, 妈妈因为很忙, 没地方把小孩摆, 然后也没钱去安静班, 就把他送回乡下, 然后跟阿公或阿嬷, 然后过完暑假, 后来就长大以后拍成个电影, 都是很感人的电影, 都是很感人的电影, 都是很感人的, 从刚开始完全那种乡下的那种, 都市里面被宠坏的小孩, 没办法适应乡下生活到后来怎么样, 这个到处都有这种电影, 也是一代人的共同回忆了, 圣人八岁的时候, 这个他才去世, 就他的伯父塔列布扶养, 所以他说他是孤儿, 是因为他父母亲去世的早, 那他的伯父呢, 传说十二岁的时候, 追随伯父参加一个商队, 叫Caravan, 在阿拉伯人做生意的很多, 在沙漠里面, 归途中遇到一个影视, 你看这个故事又来了, 就有一个人会看出你的未来, 这个影视叫巴希拉, 然后眼珍珠类似传说都以此为难本, 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有, 东方博士看到了一个星, 然后指引他, 然后孔子也是有人欣赏他, 只有苏格拉里没有, 耶稣也是有人觉得他是这个弥赛亚, 那他的父亲叫阿布杜拉, 阿布杜拉到现在都还是一个阿拉伯男人的, 常听到的名字, 所以阿布杜拉是阿姆台列布最喜爱的儿子, 18岁的时候他娶了阿梅娜, 这就是穆罕默的妈妈, 他阿布杜拉结婚后怀上了先知, 圣人在娘胎里过两个月, 父亲就过世了, 所以是姨父子, 这个中文叫姨父子, 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爸爸已经过世, 叫姨父子, 你妈妈如果过世那就很悲惨了, 少数有那种出了车祸, 然后那个胎儿在腹中, 然后最后抢救了胎儿, 妈妈就过世了, 少数有这种新闻, 但他不是, 他的父亲阿布杜拉在他出生前已经过世了, 那母亲是阿米娜, 六岁的时候, 从麦迪娜返回麦加图中过世, 是自然死亡的, 并不是其他的原因, 好,那他怎么出生呢? 那有人考证是哪一天, 我不知道现在伊斯兰教师庆祝哪一天, 或者有没有庆祝, 这边说是公元571年4月21号的凌晨, 诞生在这个地方, 然后是他的妈妈, 谁的母亲谢法接生的, 这边都有人名, 这就表示说这都是有根据的, 不是简单的说就出生了, 连生的人是谁, 谁接生都有这个证据, 然后穆罕默德长年生活时之甚之, 这跟几乎其他的圣者是一样的, 然后再大量吧应该是, 提供的传记圣讯中, 现在成员的信使牛不多, 就算有故事, 就是你小时候的故事通常都是别人告诉你, 你要是告诉别人说你小时候的故事, 这就有一点奇特了, 除非你都记得, 或者真的有影片, 现在有可能是因为有影片, 然后你可能父母亲很有名, 所以大家都记得你小时候怎么长大, 或者像某些艺人出到很早, 对吧, 你就跟他说, 哎呀我都是听你的歌长大的, 就是类似这样, 我很怕有一天, 人家就跟我说, 孙老师我是看你的录影带长大的, 哎呀不太可能, 那七年前, 懂啊你还长不大呢, 如果你七年前才开始看第一部, 那绝对是长不大的, 那以后就很难说了, 因为这每一年增加, 每一年增加, 是有一天我很可能碰到这种情况, 好, 他大概出生在这个年间, 后来就被定为570或571, 你也可以知道, 这个年代都是后来决定的, 为了方便, 并不一定是真实年代, 真实年代有时候有一些说法, 好,那这一年呢, 英文叫做Ear of the Elephant, 像年, 因为麦加发明著名大象事件, 阿拉伯人跟其他民族一样, 这个已打错了, 有宗大利事件作为纪念习惯, 关于大象事件, 古兰经有个大象章提及, 就当时统治叶门, 这里翻成叶门, 阿比西尼亚的皇帝为, 为了攻克麦加城, 拆毁克尔白圣殿, 克尔白就是那个有个黑布围绕的, 有一颗石头在里面的那个地方, 现在这个, 伊斯兰教徒还得在一生中去炒紧一次, 至少一次, 这也是他们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把那个拆了, 拆毁圣殿, 然后期待大象出征, 所以大象不是只有印度有, 中国在, 我上次去湖北武汉, 湖北博物馆也发现了一些跟大象有关的, 所以当时的湖北地区应该也有大象, 大象分布的地方很多, 应该是蛮广在以前, 然后阿拉伯人没有看过大象, 阿拉伯人非常的惊慌, 为了保护克尔白, 就是那个圣殿, 维护即将诞生圣人尊严, 阿拉就像大批飞鸟, 向敌震偷去大量的石头, 这听起来是像现在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电影, 比较早一点的像魔戒, 类似这样的电影, 他就用鸟, 所以这是有大批飞鸟, 飞鸟还会投石头, 所以敌人惨败, 没有讲到大象后来怎么样, 我觉得很可惜, 好歹有个大象, 好, 所以这个是像年, 是这样的, 是被攻击, 然后跟大象有关, 好, 那这里有一个105章, 像, 叫菲尔, 菲尔应该是一个异音, 像是异议, 可能就怎么念菲尔, 什么之类的, 奉大人大词, 安拉尊名, 这是他们在古兰经里面几乎都会开舍, 翻译略有不同, 但是都要用这句话开始, 好, 你不知道你的主怎么对付有像的人吗? 他就主不成, 使他们的侵犯就要成空吗? 并得他们降向大群的飞翔物, 就是鸟, 前面讲鸟, 正面讲飞翔物, 如果不是鸟, 那就真的是无人飞机吗? 或者什么, 用石头跟砖土攻击他们, 使他们像被吃光的核桿一样, 所以这是古兰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那命名, 他说原来穆罕默的这个名字在阿拉伯人没有人使用, 从他以后呢, 这伊斯兰教徒也很特别, 很多人叫穆罕默德, first name, 我那个时代的一个美国黑人拳击手, 后来就改名叫穆罕默德阿里, 所以非常非常有名的, 他改名, 他原来不是这个名字, 他原来也不信伊斯兰教, 是因为他要发现他的黑人的身份认同, 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 这非常有名的事情, 就叫穆罕默德, 那在中南美洲, 讲西班牙语的国家里面, 很多男生的名字叫耶稣, 不过他们要念Jesus, 不是念Jesus, 要念Jesus, 中文里面, 你有听过, 我教书三十二年, 没有一个学生叫仲尼的, 就我们不拿圣人的名字来当成我们的名字, 在他们拿, 我也没, 我小时候碰过一个人叫中山, 还好他不姓孙, 不然他名字叫孙中山, 而我在大陆碰过有人不姓毛, 但是叫浙东的, 我说你不是从小人家就叫主席吗, 他说对, 他真的从小就被人家叫主席, 因为他名字叫浙东, 所以像这个要不要以这个圣人的名字, 或者一个著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 这点在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这里说穆罕默德是这样, 好, 然后这里面说, 在他降给列圣的, 就降, 就他是指安拉, 犹太圣经或是要先提过这个名字, 但现在版本都没有这个名字, 所以这个阿拉伯仁, 这个有的注视者的说法是说, 因为你们现在看到经都被改了, 我们以前看到是有名字的, 那这真的死无对证了, 这真的死无对证了, 经会被改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的, 但这两件事情这样子对起来一定有人说谎嘛, 那谁说谎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因为以前人说他有, 那我们没看到啊, 有些书后来就没有了, 有些确实也可能被改了, 但如果你认为现在看到就过去看, 你当然认为他撒谎啊, 所以这个在宗教冲突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冲突点啊, 谁也不能证明谁对, 谁也不能证明谁错, 但是呢, 就是因为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 所以你显然是错的, 我显然是对的, 我觉得这是到现在为止, 你还能看到这种情况, 普遍的在一般民众的心里, 我觉得有点可惜啊, 人类没有增进彼此的了解, 却因为这个来, 所以安娜为了时间之以的意志, 暗示圣伯, 就是他的伯父阿布塔利布, 给圣人起这个名字, 所以这些人的命名, 通常在这个叙述里面, 都是好像, 都是一个上面更高的神, 给他的名字, 而不是他们自己取的, 那这个相貌啊, 我根据的是清朝初年, 一个叫刘志的人, 他写的书叫《天方至胜十路》, 因为在以前准备的时候, 第一个我很意外的发现这本书, 是中国最早的有关, 穆罕默德的记载, 而且是教徒的记载, 我觉得还蛮可信的, 所以我就用了这本书, 其实还有一些阿博文早期的书, 我后来都买到, 是后来, 但是真的没有时间看, 所以就没有增加进来, 这有刚刚我在前面说的, 我在这部分的影响, 这个这个这个, 还需要很多努力, 他的仪容就描写了这么多, 在我们讲书里面有, 你就慢慢去看吧, 反正这些人都长得很好就是, 简单说, 绝对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歪瓜裂着的, 讲得非常好, 反正这些都是, 你能想象最好的形容词都在里面, 现在大概就是一个帅哥, 或者怎么样, 法相庄严, 有时候是这样的说法, 你看这两页, 我全部列出来, 我告诉你, 这真的是念不完的, 好到不知道你该怎么说, 好, 那至少不像佛陀, 我觉得佛陀最搞笑的, 最对我个人也, 舌头伸出来可以盖整张脸,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觉得, 他是面膜吗? 对不起啊佛陀, 描述你这样, 我实在是觉得不太能接受, 有关莫陀莫德的这个相貌, 并没有这样的, 你说的面, 浑圆白皙, 容光焕发, 眼睛大, 眼珠傲黑, 这是因为翻译白话文, 眼球红, 围红, 好像没有睡饱吗? 为什么眼球围红, 是他象征, 然后睫毛浓黑, 弯长, 眉毛细长, 鼻子围长, 鼻梁稍短, 这你可以看一下, 反正前面是文言文, 这边是白话文, 不同的记载, 都是长得很好就是, 那他有什么德性呢? 那这个人不得了啊, 反正因为是圣人, 大概都不得了, 你看看, 喜怒无私, 动定有志, 这非常厉害, 常悦不孝, 急怒也不会抱, 这个一般, 我研究幽默社会学, 有时候研究孝, 有时候不相干, 发现呢, 大部分宗教对孝都没有太高评价, 这也为什么幽默社会学讲出来, 或者在现在社会拍喜剧的人, 那个地位一般来讲, 是比其他正规演员的地位要低的, 赚的钱不一定少, 你像相声演员, 长得都歪瓜裂着, 长得帅, 长得漂亮, 去想相声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 所以这个笑话, 在美国也是这样, 喜剧演员通常都长得比较异端, 不是正常人长相, 尊善简身, 纯诚直径, 这都很好的事情, 我们就不许翻译了, 荣贫忧妇, 常告主曰, 这个有个字是合起来的, 我找不到那个字, 什么耶诸若诸, 慈敏终生, 悲其少子少财者, 必有盈矣, 一日不增学, 极未虚度,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清朝留志的说法, 他的德性, 还有这些素人律己, 动质对筑, 这个其实你说从儒家来看, 从任何家来看, 都差不多是一样的要求, 所以后来才会有这个全球伦理的讨论, 所以到底像伊斯兰教跟基督宗教, 都有这种模仿圣人为生的那个, 在基督宗教里面, 在中世纪有一个人叫Thomas Arkampas, 这我没讲到,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Imitation of Christ, 模仿基督生活, 这个书有很多译本, 那这个很多阿拉伯人, 或者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是以穆罕默德的生平为效法的对象, 要仿他怎么生活, 我们就怎么生活, 所以如果他这么好, 我相信很多人会尽量学, 我们要跟圣哲学, 在中文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例外, 又回到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不太有人, 仿效他, 出门被骂, 被踹, 然后太太泼塌水, 然后最后还被说, 怎么毁败年轻人, 腐败年轻人跟不信雅典的神, 最后死掉, 这很尴尬。 好,那这个所以他说, 有一个人说, 释奉圣人十年, 没有听到玉女生, 从来没大声说过话, 不会骂人, 这人呢, 无戏言无利色, 这很多地方, 就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 大概从小贫苦出身, 叫做, 其出身也为, 其律患也身, 故达, 这是孟子说的, 所以有些人呢, 独孤称孽子, 就这孤称孽子, 是处于这种, 从小是被人欺负的, 所以他非常谨慎的, 面对他的人际关系, 所以他不会对人讲, 很严厉的话, 他会替别人想, 这就很类似这样的说法, 好,这德性, 那另外也有人说, 他的德性有单代, 有位移连结, 没有什么东西会给别人, 那这个呢, 也是说他有洁净, 他智锐非常非常聪明, 有智慧, 这个锐跟锐智有关, 这个是智慧, 谈吐典雅, 然后出身高贵, 其实出身高贵这点就是,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他的祖先子的问题, 崇高品格, 圣人荷埃可敬, 宽宏大量, 还有慷慨, 浩施, 所以像布施在佛教里面, 在任何宗教, 都是强调布施是很重要的, 伊斯兰教也不遑多让, 他有英雄气概支持, 待人借入荷埃可亲, 慈祥仁爱, 信守誓约等等这些, 这都是他的德性, 那他学问, 他文盲有什么学问, 这个学问不是我们现在, 他学了什么社会学, 学了什么学物理学, 化学, 不是这样, 他以真主之之为之, 他的学问是指, 他对于天神的, 对于安拉的知识, 他必无义之学, 都学有义之学, 尽学者智, 用思者迷, 不习无义之学, 所以你要跟学者多接触, 有学问的人, 这就是孔子说的, 旧有教而道而正焉, 所以很多想法, 你真的书读多一点, 你发现, 其实这些圣人, 有他的共同性, 都很简单说, 都排斥物质生活, 不要强调追求物质生活, 不是说物质生活不重要, 而不是最重要, 你要在精神上面, 还要充实自己的知识, 在道德上要长进, 这些都是, 几乎都是一样, 撇开他的信神, 或者不信神, 那这个, 你看他说万物有尽, 学问无尽, 对天下事情的这个, 关心和理解, 那兄弟姐妹关系, 没有任何记载, 因为他爸妈早死, 所以应该也没有兄弟姐妹, 说他孤儿, 有时候就这个故事, 那他妻子们, 这是你们的作业之一, 那这个, 最早的一个, 比他长15岁, 可能他的, 当然你从西方观点来讲, 他是不是有练母亲节啦, 从小没有这个, 家庭的关爱, 或者母亲的关爱,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有人翻译贺地策, 有人翻译卡地结, 看你怎么念这个字, 就是这个, 他原来是一个富婆, 做生意做得很好, 穆罕默的就到他那儿, 去跟他做生意, 后来就跟他结婚, 以后呢, 他又娶了这些人, 阿依莎呀什么的, 总共有, 我这边列了11个, 有同学找到13个, 但我不知道, 我在讲义里面都有根据, 这11个的名字, 各来自哪本书, 那有些同学做作业呢, 常常就是不列出处, 就查到了13个, 你也不讲哪一个网站, 那要怎么查证呢, 或者有人只查了9个, 然后我11个, 那一定有一个是对的嘛, 那这个谁对呢, 就很尴尬, 因为我通常做学问, 不太从, 尤其这个讲义, 我教了那么多年, 我都不会从, 那时候也没有Wikipedia, 我不从网路出发, 你们现在太方便了, 好像不从网路出发,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但网路的知识, 他虽然要列参考资料, 但你怎么知道他列参考资料, 够完整还是不够完整, 他列的没有错, 但是有没有更重要的事, 他没看到你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个人的经验, 常常参考网路资料, 如果我对那方面有研究, 我常常可以看出他的不足, 但如果我没有研究, 他真的是我很好的一个入门砖,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 你们应该也差不多这样, 好, 那他生的小孩, 三男四女, 可是男孩全部夭折, 这也是他在后面, 要继承穆罕默德生后, 要继承他的, 只有靠女婿跟女儿, 因为他儿子全都死了, 你看这个不满两岁夭折, 四子也夭折, 甚至没有讲解, 三子也夭折, 这跟马克思有点类似, 马克思的太太其实一直在生小孩, 他那么穷困他一直在生小孩, 然后最后留下来是女儿, 儿子也都早死, 所以这个在当时的环境不好, 所以这人生活又苦, 那我们比较不知道, 就是他的上子之痛,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或是什么样的表现方式, 这我们比较不知道, 好, 那说, 这个Gurion这个书说, 有九个妻子, 前面说是十一位, 然后胡泽利记载十一位, 我当时是参考胡泽利的书, 因为Gurion书是我后来比较晚才知道, Gurion书是一个, 前一阵子上了世界新闻, 他就是土耳其的一个, 伊斯兰教的一个学主, 现在住在美国的费城那边, 费城是什么州来的呢? 费城, 总而言之, 宾州, 宾夕法尼亚州, PA, Pansylvania, 那他呢, 有一次土耳其几年前的革命, 听说他就是精神领袖, 他一直否认, 后来那次革命没有成功, 那个人就是Gurion, 那他有一派叫做Gurion Movement, 你上Wikipedia可以查到他的事情, 好,这是两个, 那Gurion呢, 就指出, 为什么他有那么多太太, 在西方的描述里面, 他说他很淫乱啊, 就把穆罕默德讲得非常不堪, 那他不是这样认为, 他认为先知的妻子呢, 是因为将与其疲敌, 甚为灾难, 可是先知他们心中, 建立多目的地位, 他并不想跟他离婚, 如果他是像西方人讲的那样, 那那些妻子之间彼此嫉妒, 那就离婚好了, 不是, 他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他的九名妻子, 极其公平的与每位妻子相处,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公平的, 夫妻之间从无严重的薄熙, 不会吵架, 他是一个温和宽厚的丈夫, 举手投足之间, 从来不曾表现出严厉或粗独的样, 这跟他其他地方描述是一样, 简而言之, 再也完美不过的好丈夫, 所以有九个妻子, 他的宽怀温厚, 每个妻子都感觉到自己是他的挚爱, 这是很特别的, 使者跟妻子们论述时, 也就仿佛朋友一般, 这是Guden的说明, 好, 那这边他有说明到有些人批评, 他说某些批评伊斯兰的人, 往往因为不了解穆罕默德诸多婚姻背后的原因, 便将他描述成一个自我忠欲的玩乐者, 他们指控妻妾成群是适者人格中的一项弱点, 这个弱点呢, 使他拥有真主所赐予他青睐的最后一位适者, 他是最后一个适者, 不会再来, 不会再派人来, 令其成为人性典判, 这些超乎常人的美德不兼容, 如果他真的是这样, 那为什么安拉会派他, 论证是这样子讲的, 实际上关于婚姻的资料, 在先知个人传记, 谱系跟行医事物中辅持皆是, 完全可以博到那些无谓的异端, 并结实在婚姻其实是严格规范下生活的一环, 也是先知需要背负另外一个重担, 我在另外一本书看到, 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一本, 就是说他其实取得有些太太, 那是因为那些太太的先生, 在战斗中死掉, 然后他娶她, 并不是要跟她有肉体的, 他只是用这种方式, 来让她生活能够过下去, 因为阿拉伯的女人很苦, 死了丈夫的女人更苦, 那些人为了他的道而牺牲, 他当然有责任要照顾的人, 那我们现在的照顾, 当然不会以取人家为太太当成照顾了, 但当时在阿拉伯世界, 取人家的遗孀照顾显然是一个做法, 所以这个有时代上的差异, 如果你愿意这样同情了解, 这事情就不会那么难, 如果你一定要说, 用现在标准, 他很淫乱, 那真的只有误会, 不会有别的, 好, 那个大概也是一样意思, 这一段补充,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大概意思这样, 他也说, 一夫多妻制不是意思来所创, 这也是真的, 他说, 一个能将生活各层面包得紧的宗教, 涉及亲密之事的时候, 不会令人感到羞耻, 这些亲密事呢, 只能让个人的伴侣知晓, 因此女人任务之一, 就在这些事上给予清楚的指示和建议, 也正因为这些事, 并无法经由寻常暗示或明示或隐事, 流传下来, 故先知的妻子们, 兼有老师的功能, 由她们来向其他女人传达解释, 这个诗子打错了, 解释, 伊斯兰教关于家务夫妻跟其他私密中的正确规范, 所以这也是一个以身做法, 因为当时教育并不普及, 这大概只有靠着口耳之学, 所以这是Guden的解释, 那她还有特殊目的, 先知妻子有的不过急急, 就是年纪很轻, 有的已借中年, 有的在年迈, 虽然伊斯兰律法中要求规范必须正确地适用各个经验跟生命的每个阶段, 但是先知的家庭更需要清楚知悉这些条款并身体力行, 先知并由此透过妻子向其他穆斯林做出示范, 所以这是一个跟我们现在想象的是不太一样, 或跟批评他的人想象的是不太一样, 那每个妻子来自不同的部族跟士族, 部族或部落跟士族, 所以得到深远助理, 所以也变成阿拉伯斯中建立殷勤关系, 所以那是一个政治联姻, 在某个地方上是这样, 然后不同的部落间传递穆斯林的社群观念, 同时也藉由具体的时间跟宗教证明, 重建早已经败坏的社会公正, 这个政治打错, 兄弟义妻的姐妹情依, 好, 所以这个大概都是这样, 都在解释他的婚姻, 那他成长, 他说他是贫穷的孤儿, 没有留遗产给他, 是如母养大的, 然后他能干的时候就一起牧羊, 所以他小时候跟孔子差不多, 孔子也是作为称田为利, 然后成任以后呢, 最初以这个人合伙经商, 然后受购于他的第一任太太, 这夸号呢, 通常是阿拉伯人, 通常在讲到一个圣人或圣人亲族的时候, 一定要再加上这些, 其安拉恩悦意他, 这是阿拉伯人讲, 这是一般的他们的习惯, 那我们一般人在看这个书, 有时候会出现这个, 有时候没有, 他们一定要, 譬如提到穆罕的名字, 好像是岳安拉, 岳以他, 就这样,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跟他在一起, 是这样来的, 然后他是善良, 诚实忠厚, 这个他做生意的时候, 就已经立下了这些名声, 那还有他仇视偶像, 这个也跟基督宗教一样, 不能崇拜偶像, 那你想, 那都是中东半岛, 这跟耶稣时代大概差了快五六百年, 这种崇拜偶像的事情, 在阿拉伯人中间还是有的, 他说, 穆罕的极端抽手偶像, 从未参加过偶像, 崇拜者举行的摩拜偶像, 跟任何礼仪, 任何的合打, 还有他说, 他不吃鸡肉也不饮酒, 所以阿拉伯人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喝酒的, 今天是他们的开灾节好像, 你在捷运章可以看到, 他们欢迎大家去, 或者在哪里同去开灾节, 不知道今天还是明天, 就好像这一阵子, 好, 所以他不吃这个也不爱喝酒, 当然阿拉伯人偷喝酒的一定也有啦, 每个宗教都有这种, 你规定我什么我就特别, 规定我不能做什么, 你特别做什么给你看, 还有呢, 那儒母呢, 他们家就立脉, 他们家就吉祥之兆, 因为他普遇了一个圣人, 好, 那剖胸事件是一个, 接近神话不可解的事情, 那这个在描述, 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 这个有不同的说法, 就剖胸事件, 就剖开穆罕的胸膛除去要挟的事件, 我们现在觉得这是弄手术嘛, 那不是, 因为呢, 他觉得人都有原罪, 所以把他胸剖开, 就把他的那心里面, 那个心还不是我们现在心脏的意义的心, 然后把心的那个污点把它除掉, 他就变成一个圣人, 不然的话, 这个还是有个原罪观念在里面, 就真主发生这些不足为奇的, 谁若认为这穿着奥附会, 说明他目光短浅, 他就已经先设了一个, 这个路告诉你, 你不相信吗, 他真的有这个, 所以这不是新奇事件, 就是说有两个天使下来, 就把他压住, 然后剖开他的胸膛, 然后在里面动什么手脚, 然后再把他缝起来就好, 就这样, 这就是他小说, 然后什么时候发生的, 不太明白, 另外一个神奇的是彩云为盖, 那这个故事跟佛陀的故事类似的, 彩云为盖, 说圣人同行的伙伴呢, 就是赫迪策的仆人, 麦塞热说, 圣人去叙利亚的时候, 真主出一堆圣人的户外, 曾把一朵彩云化为闪盖, 遮住圣人头群上的骄阳, 太阳很大, 然后他这个上面, 使他免于受晒考之苦, 这个他字答错了, 应该是指圣人, 就是穆罕默德, 那朵云呢, 阴凉不偏不已的, 就一直落在圣人身上, 这太厉害了, 然后相对其他人, 谁也没能从他分享, 你说一群人都分享, 那可以没有, 赫迪策听说这件事情, 就相信穆罕默德日后, 必能成就大事, 就要产生爱慕之心, 才递结姻缘, 这是一个有为的年轻人, 云都会帮助他呀, 后来当穆罕默德成为圣人的时候, 赫迪策看圣人品德高尚, 显诺出异级之后, 没有在等待更多异级之后, 率先归顺伊斯兰, 成为穆斯林, 所以他是第一个, 所以那时候他并不先是穆斯林, 所以穆罕默德之前没有穆斯林, 你要先这样想, 好, 庶母岩石请安, 你不觉得这个故事也跟佛陀不是很像吗, 神像都在出来这样, 庶母岩石就向他请安, 在置意请安, 然后也是真主赐予圣人的恩典, 圣人亲口对他说, 每当他外出行走, 在远离村上荒野树从山坡挖地的时候, 常常听到庶母岩石中, 穆斯林, 诗哲感谢你, 祝你平安。 我们一般人听到, 在荒野中听到, 石头讲话不吓死你了, 当然你现在看了《复仇的联盟寺》 Ungroot, 就还好, 就不会太吓到, 我觉得有些电影就准备我们接受将来外星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电影都演过了, 大家的恐慌性可能会降低, 好, 很早以前真主就让无声命之舞, 听命于烈圣, 所以穆薩圣人的手杖, 穆薩就是摩西, 他手杖就变成一条龙, 其实是蛇了, 吞掉了法老的魔法, 然后又变成手杖, 穆薩用这只手杖及时敲打蛇, 一下子出现十二个奔流的心拳, 使十二个拜尼以色列部落各获得一个水源, 他们十二个部落, 同样为了使人们懂得其他圣人崇高伟大, 真主也诚实, 无声明之物听命于他们, 所以这些被派来的使者, 被拣选的使者, 都有神或者上帝或者安拉或者真主所给他们的功能, 然后旧约有预言, 所以旧约里面预言, 真主准备猜测圣人的事情, 我们在讲基督宗教的时候, 基督宗教有预言将来会来一个米赛亚, 那就是他们认定的耶稣, 那这里说不是他, 耶稣是前一个圣人, 其实这些预言理论上都是要等待穆罕默德的道来, 那你想基督宗教不生气吗? 我说是我的, 没有办法, 我们后来这个才是真的, 你要知道基督宗教跟异赛争有的就在教义上面, 他觉得你搞我嘛, 我前面讲了, 你就后面跟着在讲, 你一样挖葫芦嘛, 然后说你们的人最伟大, 你搞什么呢? 如果不愿意真诚了解, 真的就, 这个冤仇无法解啊, 他说这个, 犹太人说这个预言指的是穆萨圣人, 就摩西的副手, 由先本嫩, 这个是翻译, 犹太人呢, 尔撒圣人, 尔撒圣人就是基督, 就是耶稣, 叫尔撒, 尔撒圣人却曾呆过尔撒以外, 再一个圣人将士, 犹太人派人去问洗礼的约翰, 这个是有的, 叫耶和亚, 你是以利亚吗? 这句话也在圣经里面找到, 他说不是, 那你不是以利亚, 不是尔撒, 尔撒的基督, 又不是先知, 为什么要为他人洗礼? 这边有个注解, 看讲义就可以看到了, 说明, 旧约就在以利亚, 尔撒跟尔撒时代上位将士的证人做预言, 所以尔撒, 就是耶稣也是在等待下面来的那个人呢, 那个米撒亚, 旧约曾叙述道, 圣人与摩西相似, 圣人与摩西相似, 旧约第五章的末尾, 谈到以色列的时候, 说摩西相似的圣人, 怎么会有这个符号, 上位将士, 另外预言又说, 污蔑的圣人将被处死, 这个与古兰经真摘章的这一段相似, 主说, 假如他假借我的名义捏造圣言, 我必全力逮捕他, 然后割断他的大动脉, 所以这是预言, 然后这也是旧约里面的预言, 那这个我就不念了, 所以他说, 那新约里面有预言, 在基督宗教里面, 旧约的预言都是为了耶稣的道来所准备的, 然后他这边说, 我们在伊斯兰里面呢, 新约也有预言, 说尔撒圣人, 尔撒就是耶稣, 在新约中成交他的名中, 预言过法尔克里特这个名字, 现在在新约里找不到这个字, 法尔克里特的意涵与穆罕默德爱哈默德的意思相近, 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穆罕默德, 这点可从古兰经的列正章得到证实, 因为这个古兰经是后来来的, 这个圣经是比较早的, 所以你要讲他是怎么样, 可能是后面的人抄前面的故事, 是在事理上有这个可能, 但他不是这么说的, 所以麦尔燕之子, 麦尔燕就是Mary, 大概在翻译的时候, 或翻译的时候Marim, 就麦尔燕就是尔撒, 就是Jesus, 在英文里面叫Jesus son of Mary, 就是麦尔燕就是尔撒, 以色列的后裔啊, 我确实真主来教化你们使者, 他派我来证实在我之前的陶拉特, 陶拉特就是一种犹太经典, 并且在我之后诞生的使者, 叫做埃哈默德的向你们报喜, 说有这一段, 可是现在这一段不存在, 那你说有啊, 我还有引文啊, 还有第几章啊, 不存在, OK,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到底是被删掉了, 还是这些人说谎, 这是有争议的, 两派人有不同的争议的, 并且在我以后诞生的使者, 叫埃哈默德的向你们报喜, 尔撒基对于法尔克里特的形象描述了, 几乎符合我们圣人的形象, 尔撒基对于法尔克里特谴责人们的过程, 向他们传播一些真理, 因为他不是讲几字所想, 而且是传欲从主那边听到的话, 《伟大的古兰经》在《新述章》记述这件事情, 还指出穆罕默德也未能随私欲而言, 这是他所说的的启示, 长期以来, 埃莫在愚昧的帷幕之下, 最近才发现拜尔纳巴福音, 这个我们也没看到, 至少没有翻证中文, 也明确提到穆罕默德的名字, 所以这些他认为有的, 我们现在都没法查证, 这个我们还包括西方的基督宗教, 所以基督宗教的人会觉得, 你这么一派胡言来讲述这些都查证不了的事情, 这样, 好, 所以就是争议, 格兰就是刚刚讲的Gurlain的书, 现在版本他有解释, 《陶拉特引之勒, 引之勒, 就是Gospel, 福音书或载布尔, 以遭到扭曲跟篡改, 所以他们的解释, 伊斯兰教解释这样, 但仍然包含了一些提到先知, 是穆罕默德即将出现的预言, 以过世的侯赛因及斯理, 在这个著作中, 列举了114条相关的发现, 首先是相关发现, 其实是生命纪第33章第二节讲, 主人从希纳来, 从塞尔向他们显现, 从巴兰山发出光辉, 这里面哪里有讲到穆罕默德呢? 确实有一些什么像他的显现, 这里分别引述穆煞摩西, 尔撒耶稣, 穆罕默德奉命成为先知士, 西奈是先知穆煞对真主说话之处, 因此在这里他接受陶拉特, 陶拉特可能就是犹太经叫塔尔穆德, 怎么变成陶拉特可能发音的问题, 塞尔是巴勒斯坦一个地方, 先知尔撒在这里接受天启, 尔撒就是耶稣, 巴兰山是真主在人间最后的险基之处, 先知穆罕默德在此接受天启, 所以从巴兰山发出光辉, 可能那时候穆罕默德还没出生呢, 除非这是未来, 就是他在巴兰山发光辉, 然后穆罕默德将会在巴兰山接受天启, 他们认为这个也是相关的, 就是看我想在一般人, 尤其是基督教人要相信这个是有点困难的, 好,接下来传道了, 穆罕默德四十岁, 文盲四十岁才接受到天启, 所以穆罕默德刚开始不太敢讲出去, 只能在亲密的人中讲出去, 最早皈依的是他的妻子, 还有他堂弟叫阿里, 后来就是哈里伐的一个部分, 还有他的奴隶叫宰德, 士奴就被释放的奴隶, 在家庭以外最重要是阿布伯克尔, 阿布伯克尔跟阿里后来就要争夺 谁是穆罕默德的真正的继承者, 一个是有血缘关系是他堂弟, 一个是他的号称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他类似像徒弟一样的概念, 这个在所有的圣者里面几乎都出现, 除了苏格拉底, 好,经过三年运动, 穆罕默德在15113年开始公开传道, 信徒大量都亲属中没有成为穆斯林的, 主要的原因都避免多神教污蔑默默德, 倡导新教是在为家族争夺王权, 所以这个你必须看这也是一样, 为什么你要提他一个宗教, 哦,你们就为了你们家族嘛, 多神教徒看到这些圣人都是他家族的人, 甚至像奥斯曼本阿凡这样一个, 来自圣人家族为敌的, 被你五脉叶, 这是家族的人, 无法以家族律为益有凡算, 因为不是他家族也来信奉啦, 所以你说是家族就被这种打脸啦, 只好编造谎言胡说什么, 穆罕默德使人妻子离散的魔法师, 使故弄玄虚的占卜者来对抗, 这当时反对穆罕默德的人是用这一套, 所以后面的人再用什么就不能, 好,这就是刚刚普兄事件的另外一个记者, 圣人在鲁姆海利麦家普玉的时候, 发生一件大事, 圣人被普兄敌除邪魔的事件, 被吓唬的海利麦在事件发生后, 把圣人送回他母亲身边说这个故事, 说有一天啊, 默默德在房后跟弟兄们, 就海利麦的孩子, 斗着羊羔玩, 就小羊, 突然有一个孩子金光跑来跟他爹爹说, 有两个穿白衣服的人, 在这些古代经典里面讲到这些外来人, 都是白衣服, 没有别的颜色的衣服, 所以我不太喜欢穿白的, 免得被误会, 很多人喜欢穿白的, 很厉害, 就怕弄脏, 所以呢, 两个穿白衣把古来石弟弟, 因为他是古来石部落的, 剖开胸膛, 用鞭杆子乱脚, 就显然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小孩不知道, 当孩子过去的时候, 看到穆罕默德的脸色蜡黄待在那里, 他们两个把他抱起来, 说孩子你怎么了, 说刚才来两个穿白衣服的人, 其中一个指责他的同伴说是他吗, 那人说就是他, 这个通常在现在电影里面, 都是后来就干家干起来的, 是他, 是, 欺负我兄弟, 我那天看一个电影还是这样, 所以会觉得是他吗, 是, 于是他们就一起向我扑来, 把我安岛在地, 扑开我胸膛, 然后搬着什么, 然后找到便丢掉了, 他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一般的解释说, 把他的那种原罪去掉, 他就变成一个圣人, 好, 吉普勒利天使, 终于出现吉普勒利, 吉普利勒, 穆罕默德进入不惑之年, 40岁的时候, 才让他变成预言者, 警告灾难将降临到全人类, 引导人类从愚昧的黑暗走向文明光辉, 阿拉伯的天文学家, 麦哈茂德巴夏的考证, 这是发生在610年2月初, 怎么考证的, 我们不在那个脉络里面, 不知道, 末世的降临, 最初以真梦开始的, 圣人梦中所见, 如同曙光一样明亮, 因为真主习惯做法, 让万物在各方面成熟起来, 首次接受天仙传达的末世, 对人来说是很艰辛的事情, 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 为了摆脱陈世黑暗, 离开人群, 因为新疆安达, 圣人喜欢孤身独处, 他喜欢到一个山上去静思默想, 孤身独处能使人心地纯洁, 现在的那种什么佛教的做禅, 打禅气, 像日本人有一天到瀑布, 到荒野, 到山上一个人, 也大概是类似这样, 然后圣人在希拉山洞独身祈祷, 度过了无数个白天晚上, 有时候十天半个月, 有时候长达一个月, 然后他是按照先圣人, 义布拉辛的教规祈祷, 祈祷的时候身带干粮, 祈祷一段时间又回到太太身边, 赫迪策旁边, 为下一句山洞准备, 所以他一直在这个希拉山洞里面, 获得启示, 所以有一天, 他站在山顶上, 又出现了一个人, 那个人说, 穆罕默德, 我是吉普利勒, 还好他不是现代人, 不然他说, 蛤? 你是公积郡的人啊? 那就尴尬了, 像我可能就会这样, 你是公积郡的人啊? 高于你, 你是安拉派遣给人类使者, 所以你是责任总大了, 四十岁了, 然后吉普利勒说, 你宣读吧, 什么? 就一个人来告诉你, 你说你是十字岚, 他说你宣读吧, 我不会宣读, 他说, 圣人没有进过学校, 目无视听, 吉普利勒就抱住他, 你想, 我不会宣读, 他那人就抱着你, 你不恐慌吗? 我常常觉得这些天使做事情啊, 都完全不了解人类的恐慌, 要告诉玛利亚说, 他怀孕脸是来吓人的, 我希望这个外星人如果真有, 或是天神真有, 下次你来, 是不是可以好好的, 让我们一般人不要那么恐慌, 这真的会吓到, 像我年纪那么大, 万一我是使者, 不把我下了心脏命发嘛, 然后到处再剖胸, 然后再把我救回来, 不必要吧, 不要这样吓人就好, 然后宣读, 又把他抱住, 然后说, 你宣读吧, 我不会宣读啊, 你没搞错啊, 我是文盲啊, 吉普利勒呢, 第三次用更大力气把他抱紧, 熊抱, 懂吗? 如果你是女的, 你就可以告他性骚扰, 不是女的, 你也可以告他性骚扰, 现在这个完全符合性造成条件, 是抱他三次说, 你宣读吧, 并说, 你当奉你创造的名义宣读, 他又曾用血块创造人, 你一当宣读, 你的祖师尊严的, 曾经叫人用笔写字, 曾经叫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好, 与天仙, 这些叫天仙, 因为这个真主只有一个, 其他都是他的属下, 天仙出自相会, 使圣人感到恐惧, 那当然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 谁不恐惧? 鱼姬未宵, 浑身巴斗回到家里, 用妻子贺地策, 用被子把自己摸起来, 祈求镇定, 这真的下刀不行啊, 平静下来以后, 告诉他妻子, 说他担心会遇到什么不测, 因为这不知道这些人是天仙还是坏人, 搞不懂啊, 好, 然后圣人皇后博恩, 因为他对吉卜利乐天仙, 跟外貌过去一无所知, 好,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事, 加持守事相会, 天仙的拥抱几乎使他上命,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这下来的时候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吗, 说人类很容易受惊吓的, 你不要这样子, 还会把他吓到, 我觉得他们应该做一点功课, 好, 赫地车劝为他不会的, 指安达启示, 安达绝对不会让你出仇, 因为对族人亲友是仁爱的, 你扶若即贫, 救助无辜, 就是你是个好人, 不会碰到坏事, 不必疑, 肯定真主选择你, 是来引导自己民众, 这个太太毕竟是见多释光, 为了证明看法, 就是通晓圣经的列证经历的人求教, 找到部落里面有学问的人, 赫地车和佩隆圣的人去拜访自己的堂兄, 叫做沃赖凯本, 本就是谁的儿子, 就是奈派勒的儿子沃赖凯, 所以说宾拉登, 其实宾拉登, 奥萨瓦还是宾拉登, 应该是拉登的儿子奥萨马, 所以不是宾拉登, 这个翻译是, 其实没有真正的, 极非成事了, 他其实是拉登的儿子奥萨马, 因为在蒙妹时代加入基督教, 然后读希伯来文, 那时候别忘了, 那时候伊斯兰教还没开始, 所以不可能信伊斯兰教, 写过新音乐的双目失明的老人, 这种人呢, 反正从古代神话里面, 你一双目失明, 你又是老人, 天哪, 这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标准, 如果你还个子, 还绿色的脸, 那你就是绝代无事, 啊, Master Yoda, 赫地车呢, 对着沃赖凯说, 表兄啊, 有这么一回事, 然后人就说了那段经历, 然后深知吉普迪呢, 是安拉派在列圣身边的天使沃来凯, 就告诉他说, 哎呀, 这是安拉将士给穆圣的, 你的教律啊, 说我是个年轻小伙多好啊, 你的族人会因为你要求改革, 让他们世代新闻中将, 把你除除假乡的, 所以所有的这个先知, 耶稣也说过, 在家乡都是不受重视, 这我最近也有这种感触, 虽然我离先知其实蛮远的, 好, 这话实际这方面都感到吃惊, 因为他都叫阿民的这个, 沐海默的民众是爱戴自己的, 好, 族人会把我赶出家乡吗? 那为圣人的仇人多啊, 你是圣人你就会很多仇人啊, 我们普通话是这么说的啊, 人怕诸民粗怕肥, 诸怕肥啊, 你一旦出民就有一堆人来采你啊, 那现在如果你还要选什么什么总统, 那采你人就多了, 这个古今一定的道理, 相信你的人就捧你捧到不行啊, 不相信你的人就把你恨到不行啊, 我觉得这种事情从古到今没有什么改进, 好, 回到这里, 而自仁自词的真主在古南经啊, 这经子打错啊, 在这章里说, 不信道者对他们识者说, 我们势必将你们驱逐出境, 或者你们势必改信我们的宗教啊, 深信穆罕默德是将士的圣人的沃赖凯, 对穆罕默德说, 你传教的时候我若在世, 必助你一臂之力啊, 没想到他不久就过世啊, 这里面也是显现出跟孔子那时候的孟希子一样啊, 就是显现出有人是认得你的这个常才啊, 好, 古南经呢, 就在于他这样抱他讲出话来, 然后他记忆就特别好就记住了, 现在阿拉伯世界, 常常有小朋友参加这种古南经背诵比赛, 可以背整本古南经的, 整本呢, 我们这个读经班的学生, 小学生也有人会背四书五经的, 当然不是四书五经全部了, 但是论语会背这个事情, 不是太稀奇的啊, 有人好像只要花二十天, 或者慢一点, 花三个月, 就可以朗朗上口, 小朋友, 我听说有这样的事情, 好, 他说后来中断了一段时间, 中断就是大家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有人说因为四十天, 那中断末世世人心交如焚, 怎么刚开始那个微经习惯怎么就不来了, 好, 这是这样, 然后本来呢, 穆罕默德要跳崖啊, 他觉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后来天师显现了, 说你的确是安拉的使者, 告他你的真正身份, 然后他才放弃跳悬崖, 不然的话很尴尬, 好, 后来又出现了, 他有一天走路, 空中传来一个声音, 所以我为什么都戴耳机, 因为传来声音我也听不到, 尤其是降噪耳机, 所以他讨论一看, 原来在希拉山中曾经见过天仙, 端正地坐在天地之间, 这不吓死人吗, 你坐在电线杆上我才可以理解啊, 那时候没电线杆对吧, 你就坐在天, 然后悬浮在那里,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印度的人就假的悬浮, 在欧洲或在美国, 你也看到有人就弄一块布, 然后悬浮在外空中, 那个其实都是假的, 你把布先开一看, 那是一个铁片, 所以这个在那个电影里面, 阿米尔汉的电影里面, 讲到宗教, 他就逃啊, 然后他就把人家布扯掉, 就发现悬浮在空中的人都是假的, 不可能有人那样, 但是你看天神会这样, 快把我盖起来,快把我盖起来, 这个盖背的人, 这个背子应该是打错的, 你应当警告他们, 你应当赞扬你的主宰, 远离污秽啊等等的, 你不要以施恩求后报, 你当为你的主坚忍等等的, 就是劝阻出他, 然后还有作者有注解。 好,另外一个呢, 这个夜行也是他的一个叫night journey, 他迁徙到麦地那以后呢, 之前, 安拉赤圣人夜行跟灯霄两者, 灯霄就升上天, 夜行就是在晚上走很远很远的路, 夜行就是圣人在一夜之间, 做了一次从麦家禁寺, 麦家禁寺就是像麦家崇拜那个黑石的地方, 叫禁寺, 你不觉得紫禁城不是也forbidden city吗? 就没有翻成purple forbidden city, 禁寺就是forbidden temple, 从耶路撒冷远的往返旅行, 你可以从google map查一下, 那到底要多去多少距离, 那理论上是不可能当天晚上来回的, 在当时, 那有天仙这一切都可能, 我不知道现在有飞机是不是也一样可能, 还是高铁, 还是什麽。 好, 古兰经对夜行这件事情有技术, 说自尊自贵的安阿, 在夜行篇讲述道, 赞美真主超绝万物, 他在一夜之间使他仆人, 从近寺到远寺, 这个道字写错了, 这个道字比较像道明寺, 他在远寺的四周降临, 以便招使他一部分吉祥, 真主却全冲全民, 这个就要证明他是被拣选的, 他有一般人达不到能力, 所以夜行跟灯销两件事情, 灯销是圣人在同一天夜里, 升上天际云霄, 这个在中国的唐玄宗, 唐明皇的故事里面也有啊, 他就到天上去了, 然后听到尼桑语一曲啊, 呼闻海上有天山, 不是那时那段, 就是尼桑语一曲啊, 观看神灵世界的事情, 诶, 唐明皇的时间好像跟他也, 是不是也差不多, 这可以研究一下, 好, 搞不好是那个时候真的可以有太空旅行, 然后都去听尼桑语一曲, 不知道他们有碰的, 总而言之, 好,回到这里, 灯销, 正统派认为圣人肉体登上天国, 大贤阿依莎否认他圣人看到过安拉, 所以你看这有灯销的记载, 但灯销的具体内容显然是各说各话, 他说是阿依莎, 谁说莫海默德见过安拉, 就对安拉极大污蔑, 所以这也是一个, 那灯销呢, 这个人传述, 这个圣讯里面最著名就都这样, 谁谁谁说, 这个爱奈斯本玛丽克, 就玛丽克的儿子爱奈斯, 曾经这么说, 圣人说他给我签来一匹飞马, 大概Pegasus, 那马上有翅膀, 他个头比驴子大, 比罗子小, 我们现在反正驴子罗子可能都没看过, 所以讲这没什么太大用处, 奔驰神述, 我骑着飞马来到耶路撒冷远寺之后, 就把飞马拴在众仙之拴坐骑的环子上, 进远寺坐了两三礼拜, 出来吉普利勒端拿一碗酒跟一碗牛奶, 然后我选用牛奶, 所以穆罕默德不喝酒, 伊斯兰教说基本上不喝酒, 所以听说阿拉伯航空公司的飞机 基本上不提供酒, 你是外国人就算了, 你是阿拉伯人基本上是不能喝酒, 这跟你开灾不开灾都没有关系, 就不喝酒, 那基督宗教是要喝红酒, 因为那是耶稣的血, 所以这有不同的规定, 说你选择自然主, 然后我们一同升上天际, 因为他选择是牛奶, 不是酒, 吉普利勒就要求打开天门, 有个声音说你是谁, 我还是吉普利勒, 你跟谁在一起? 孟海默德, 孟海默德被封的圣, 孟海默德被封的圣人吗? 他已经被封了, OK, 通关密语, 然后就开门, 好, 然后到了天上看到耶哈雅跟尔萨, 尔萨就是耶稣, 天上看到他们, 他们欢迎我向我祝福, 然后跟吉普利勒就升到第三层天, 听起来像是有个电梯一样, 然后又前面回答一样, 然后建立到优素福, 优素福就是Joseph, 他欢迎我向我祝福, 到第四层天照例我回答, 他们的欢迎跟祝福, 哈伦就是Aaron, 我们称到第六层天, 然后称到穆萨, 摩斯斯, 摩西, 所以这些都跟亚伯拉罕宗教的神话是一样, 到第四层天, 就是亚伯拉罕, 就亚伯拉罕了, 靠着天宫站在那里, 这天宫的宫可能是写错的, 每天有七百个天仙进天宫, 所以伊斯兰教是一神教, 那这个天仙是什么, 显然不是位阶很高, 子入不出每天有七百个, 那真的是很大, 像黑洞一样, 是吧, 我们来到伊甸天原的树下, 那树的叶子像大像的耳朵, 果子像葫芦, 都很大的意思, 那树秉承安拉的意志而变化, 安拉的任何子民也难以描, 这种美妙, 现在用电脑绘图, 就可以做出这种效果, 真主末世我几件事情, 命令我跟我的信徒, 每昼月要五十番礼拜, 要礼拜五十字, 你看这接下来故事非常世俗化, 我就像做生意的, 听了我的话, 回来经过穆薩摩西, 问他说, 主对你的信徒有何旨意, 他说下令每天要做五十次礼拜, 听了我的话, 穆薩就说, 这样的话你的信徒会受不了的, 摩西毕竟在人间呆过, 我先前曾在以色列人间试过, 我去求你的养祖给你减轻点吧, 于是就请求安拉说, 养祖啊, 你给我的信徒减轻一点吗? 安拉说, 好吧, 那减少五次, 五十次减少, 四十五次, 我告诉穆薩, 就回去说, 刚刚减了五次, 打九五折, 九五折吗? 九折, 九折, 打了九折, 他说你的信徒还是受不了, 再去养求安拉解一下, 都是摩西说的, 都是穆薩说的, 就这样, 多次往返, 往返在安拉跟穆薩之间, 第七成天跟上面, 最后, 至尊至贵的真主降于道, 命令每个昼夜礼天命, 礼天命败, 五番, 冲五十次, 打一折耶, 这真的不抢还行吗? 如果有一双很好的球鞋, 打一折, 就是假的你抢到的高兴, 一番顶十次, 五番顶五十次, 凡不心怀善念而做一次礼拜者, 只记一拜的回子, 所以你要心怀善念, 就一次等得抵十次, 这样的意思, 心怀善念做一次, 就记十败的回子, 心怀恶念不做礼拜, 就不记任何回子, 所以怀恶念做一次礼拜, 就记过一次, 然后就把安拉告诉穆薩, 穆薩说, 你再去请求吧, 我已经有愧再去, 所以到现在为止, 就为什么, 伊斯兰教徒要每天像, 以前是耶路撒冷, 后来改成麦家, 方向朝拜五次, 登宵第二天, 天仙吉布黎勒, 向圣人传语每日五拜, 要拜五次, 然后什么邦穆达提礼, 就是臣礼两番拜, 天破晓的时候要做, 然后什么这个响礼, 就是早一点的翻译, 四番拜, 就过五的时候做, 四番拜以后几拜几拜几拜, 就规定, 这就是现在的来月, 是穆罕默德上到天, 登宵以后, 跟安拉讨价还价, 得到了最后的那个, 所以这个礼拜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礼拜是很重要的, 好, 那还有一些异姬, 就是magic, 中文的翻译可以是这样, 然后包括月亮的分裂, 那人家不相信他, 那不相信我把月亮, 掰成一半给你看, 嗯? 又变成一半, 那这事情到现在, 有不同的解释, 有的时候, 那大概是传述的错误, 有的时候, 这可能是月时, 再怎么月时, 就不可能掰成一半啊, 月亮的变成一半的这种死法嘛, 所以这个一直有争议, 我告诉你说, 可是这被认为是个magic, 表示穆罕默德是受到天神的那个, 第二, 就指缝会喷水, 这个你现在看这种什么, 呃, 呃, 这些超异能者, 都有一些特殊功能, 对不对? 人家那个金刚狼, 还会撑, 然后那个铁会出来, 原来是木头的, 会变成钢的, 不是吗? 好, 是水量大增, 我们都觉得不可能, 但是这是他异能, 食物会增多, 这跟耶稣差不多, 木柱由于肆虐的圣人, 会发出哀鸣, 我们在台湾, 如果任何木头发出哀鸣, 那大概是大地震, 你赶快逃吧, 这就不太一样, 医治疾病, 这个也很多圣人会做, 安拉为圣人欲试未来, 给你看未来, 安拉诱读圣人, 免遭别人的暗酸跟迫害, 这是比较特, 这是也不是太特别, 因为你既然被认为是圣人, 人家也认为圣人, 就有嫉妒你的人, 然后想来迫害, 好, 那么, 伊斯兰人教最特别的地方, 是打仗, 有人说他们是穷兵独武, 我觉得也是因为生活所迫, 因为那时候在阿拉伯沙漠里面, 不同的部落为了争取生存, 争取自己的资源, 所以常常会彼此, 所以穆罕默的最大功劳, 就是打完仗以后, 这一次就结束了, 其他圣人没有像他这么常常打仗, 所以伊斯兰教立的第一年就讨伐一次, 第二年你看打了这么多仗, 每次打仗都要死人, 不管谁赢了, 第三年有这么多仗, 第四年也有这么多仗, 然后第五年有这么多仗, 第六年有这么多仗, 大概还讨伐十一次, 所以几乎每年在打仗,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 郑里面又打仗, 郑里面第八年还打仗, 第九年还打仗, 第十年还打仗, 第十年还打仗, 第十一年还打仗, 所以这个第七年的时候怎么样, 第八年的时候怎么样, 这些人归顺, 打仗会征服, 第九年、第十年就有归顺的人, 然后这个归顺的团越来越多, 好, 那就是他的丰功伟绩, 当然打仗也很消耗体力了, 所以后来圣人就在梅蒙娜的居室, 一连十三日, 这期间他在仲妻居室中轮流居住, 当病情严重的时候, 请求仲妻允许他在爱妻阿依莎的居处, 现在也有回教女人叫阿依莎, 就是圣人的太太, 这个都是尊敬的意思, 跟每个文化不太一样, 他就在阿依莎那住, 病情日趋恶化, 最后他说, 你们把未开口的七个平囊凉水浇在我身上, 身上发热, 有些疾病的话, 就想喝水, 或者希望有凉快的, 然后我向人们口述遗嘱, 就把他坐在一个大瓦盆里面, 给他做凉水, 身上浇到凉水, 一直到圣人用示意, 这两个字打错了, 圣人在发高烧, 接触他的声音就感到他的体温, 泼凉水是要降温, 有些疾病就这样, 好,当天没有静想, 圣人就慈别今世, 归返安拉的御前, 那是西元的632年6月8号, 这是不同的算法, 好,这就赞颂他, 这是刘治清朝的部分, 那这就是他的生平。 这就是邀请, 那我们下期见, 在我们下期见, 会员下来的时间, 如果是好, 我会员下来的时间,